摩洛哥小王子的历险记,故事发生在被誉为欧洲的后花人之称的摩洛哥王国,它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沿海阿拉伯国家,东部以及东南部与阿尔及利亚接扰,南部紧邻西撒哈拉,西部濒宁大西洋,北部和西班牙,葡萄牙隔海相望,摩洛哥最早居民为百博尔人,先后受菲尼基,罗马帝国,拜占庭帝国统治。 公元788年,建立第一个阿阿伯王国,从15世纪末至20世纪初,摩洛哥先后遭法国、西班牙等殖民者入侵,在1956年摩洛哥国家独立,现在国王穆罕默德六世,在1999年7月30日登基,成为摩洛哥阿拉维王朝的第二十二位君主。 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的盛情邀请,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,于2016年5月11日至12日,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师访问。 2016年5月11日,中国和摩洛哥发表,关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。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,就发生在上个世纪,地点是在摩洛哥,靠近梅祖卡沙漠地区的爱尔福的小镇。 它距离梅祖卡沙漠只有十几公里左右,小镇是只有三万多常驻居民的小城镇。 然而这个地区是很多探险和旅游的人们,去往沙漠的必经之路,也是鬼神精灵常常出没的地方。 传说天上的个别精灵,从天使那里偷听到造物主的消息,说是将在大地上设立一份智者,管理大地上的一切生灵。 有可能降生代智者的地点,就是摩洛哥的梅祖卡沙漠地区。 显然这个地方是人皆地灵的地方,一个精灵讲述了他偷听天使的对话。 精灵是从火焰上造化的,他是不能见到造物主的。 但是天使可以,因为天使是从光上造化的,光是我们已知的速度最快的能量。 而精灵和天使他们的本体接近,所以能够偷听到消息。 当时造物主正躺在堂椅上哄着小曲,忽然他从堂椅上站了起来,心想,身边也没有可以娱乐的活物,要不我抓些精灵们过来,让他们给我跳跳舞鬼活舞。 或者让天使给我唱唱歌,歌颂一下我的九十九种美德和属性,或者我拿些星球过来当弹球玩。 我已经玩坏了几万一个星球了。 嗯,都不好玩,都玩腻了。 要不我造个活物,让他在我创造的大地上生活,就像模拟人生那样。 哎,这个有点意思。 造物主让天使在大地上,应该就是我们的地球取了一些土混合后,造了一些小人。 但是大部分都死了,有个别小人生命力旺盛,顽强地活下来了。 其中一个小人造物主给他起名叫亚当,还有个小人的名字精灵没有偷听到。 以上是精灵的叙述有真有假,那么大地上的人到底有什么能力呢? 咱们接着往下说。 上级说道,一个精灵偷听了天使的消息,说大地上叫有一个代智者。 至于叫什么名不不清楚,有什么能力也不知道,那么这个代智者到底什么样子呢? 故事就由此展开。 梅族卡沙漠附近也有很多山脉,都在爱尔福的地区。 它的山脚下有很多具有特色的摩洛沟房屋。 这些房屋的风格始于公元八世纪,他们被称为卡斯巴斯的建筑群。 卡斯巴斯是这一地区十分流行的一种奇特的建筑形式。 这一住宅和粮仓都被建成堡垒的样式。 整座村子都建在山上,房子都由黄土垒成,小到错综复杂。 卡斯巴斯建筑一般都在上部雕有装饰,几何图案赋予变化。 红土建筑群顺着山坡依次而建,层层叠叠,非常可观。 摩洛哥地区的这种造建筑物曾经影响到毛里塔尼亚,利比亚一带。 此处有一户房屋还算不错的人家,一个七十多岁老人,膝下有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。 老人是一个得到的巫师,终其一生有个心愿,就是能够光宗耀祖,所以毕生经历研究各种魔法。 儿子们都觉得这个老父亲要疯了。 即便如此老头快到临死还在盗弄魔法,他把儿子叫到身边,并告诉他们的孩子们一件事情。 他说,我死之后把我埋在那个,阿尔福德山头下的五百米处,那里面虽然没有金银财宝, 但是你们的后背会掌握权柄,掌管一方封税宝地。 老头把具体的位置告诉了他们的孩子们,没几天老头去世了,尽管儿子们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,但是父亲的遗愿还是要答应。 大哥手里举着火把,二哥三哥一前以后抬着老人的尸体向那边前走,眼叹就快到老人指示的方向。 但是大哥忽然被前方的石头绊了一下,而前面是个下坡,火把掉到了前面的坡下面,他就叫两个弟弟先停下,大哥去前方拿火把。 花分两头,在不远处对面山头也偶护人家,夫妻二人他们以木放骆驼为生,这个地方也不产粮食,而且妻子已经怀孕七个月,假以十日就要生了。 他的丈夫亚当,今年二十五周岁,小伙子眼看天就要黑了,这地方也不可能有电力,所以晚上经常要准备火把。 一来可以晕寒沙漠的晚上,有时还是很冷的,另外也是为了照明。 没有了茶或晚上又冷有没有光线,这确实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,没办法只剩下睡觉了。 小伙子辗转反侧不想睡觉,在窗边上看到对面不远的山头上有火光,他就和妻子说。 他到对面借个火把什么了,小伙子拿了顶羊皮帽子就往外走,妻子根本拦不住。 小伙子就这么到对面山头上去了。 眼看他就快到火光的人家的时候,他只能乌黑继续往发光的地方走,当他走到发光的地方,原先还是平整的土地,忽然出现一个长方形的深坑,侧面还出现一个土方形成的楼梯。 小伙子毫不犹豫就下去了,准备去亮光的地方看看有什么。 之后长方形的深坑下面有一米宽两米长的土坑,刚好一个人能够躺在里面。 小伙子发现周围金光闪闪,而且很温暖,周围散发的香气,他情不自禁把羊皮帽子往外一扔,然后躺下闭上了双眼,然后土坑就合上了。 上面的大深坑也没有了。 再说那个三兄弟,没有找到那块丰盛宝地,只能随意找了个地方埋了。 再说那的妻子等了一夜,丈夫也没有回来,转天早上,忽然觉得肚子非常疼,父母没有在身边,没有办法,他叫来了不远处的邻居,还没有等到邻居就在房子里生产了。 刚生出的孩子就会叫妈妈,然后自己站在房间里,看到桌子上有大饼和枣子,抓起来就吃,然后自己到水缸那里喝水,之后回到妈妈的怀里继续睡觉。 等到邻居来了之后,一看孩子没有什么事情,就给了一些瓜果梨桃和生活用品离开了。 之后,父母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,尽管是早晨而待也很健康。 然而妻子非常担心,自己一言未归的丈夫亚当,他就让自己的父母帮忙找人,然而父母不幸从山上摔下双双玉奶。 孩子长得飞快,一片的功夫就有十来岁的孩子大了,自己除了砍茶还打链。 炸了野兔什么的,妈妈问他,你怎么知道野兔就在那山间里呢? 孩子说我听到他们说话了,他们说藏在第三个山洞里就不会发现。 所以我到那里直接抓住了他们,他们向我求饶,我说我肚子饿了,你们叫也没有用。 他们让我放掉他们的孩子,我就答应了。 小伙子说,这本书上写着天使可以复活人类,这是真的吗? 母亲当然说,不知道,毕竟从来也没有人看到过。 小伙子接着说,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复活我的父亲。 我明天早上呼唤天使下凡,母亲觉得孩子说的话很奇怪,但也没有反驳他,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。 这天早上,小伙子来到山顶冲着天空喊道,大天使你嘴火下来。 也喊了三声,只见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东西,临近了一看是以肥头大耳大肚变变的人,然后他爬了起来说道,是谁喊我? 害得我从云彩上掉下来。 小伙子说,是我,你叫什么名字? 你是天使吧? 这个天使说,我是米卡拉大天使,专门掌管集养的天使。 胖剑士很奇怪,一个矛头小子只是喊了他一声,他就毫无知觉的从天上掉下来了。 说明眼前的小孩肯定不一般,就马上说,你等会我问问,只见他化作一道光消失了,只是转瞬之间他又回来了。 天使高兴的说,你真的是造物主说的小王子呀。 幸会,幸会,你有什么需求,我可以帮你解决,比如肚子饿不饿,我是管理粮食的。 小王子说,我想看一看我的父亲,我父亲前天离开家,到现在也还没有回来。 天使想了想,这倒也不难,你用牛角吹出声音,召唤各处的精灵,帮助你找你的父亲。 小王子拿起了地上的牛角,开始吹了起来,只听得到处像地震一般,各处非来不计其数的昆虫和鸟兽,小王子有些害怕。 天使说不用害怕,你追牛角的时候,心里想着让精灵来让昆虫鸟兽走就行了,小王子点了点头。 不一会儿昆虫鸟兽都走光了,这未来很多朦朦朦朦的像烟火一样,小王子说精灵们都化成人形吧。 然后精灵们整齐地站在小王子的身边,他们看到米卡莱天使的时候,还有些害怕,显然米卡莱天使还是很厉害的角色。 小王子问精灵们,我的父亲在哪里? 有个精气神非常好,而且很懂礼貌的精灵说,小王子你好,我生活在这片森林里。 曾经见过您的父亲,知道那个年轻人的长相,他看到您的父亲,在那个山头下无法米的地方消失了。 小王子听了精灵的叙述之后,就和天使以及那个精灵,来到那个山头,显然树林次非常大。 附近也没有任何脚印,他们没有找到小王子的父亲,而是发现了一个空旷的没有任何树木的平整空地,在他的上面有一个羊皮帽子。 小王子认出了这是他父亲的衣服。 天使看了这个地方之后说道,这个地方叫做花乐谷,无论谁来到这里都会死去,但是他可以把自己的幸运转给他身边的人。 你的父亲应该已经回天国了,无法再回到人间了。 小王子大哭起来,并说,尽管这是上帝的决定,我还是想看看我的父亲到底什么样的。 天使想了想说,可以让你看看你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,你愿意吗? 小王子点了点头。 天使说霸一挥手,只见天使忽然变得非常巨大,从他的腋下出现一台超大的机器设备。 天使把羊皮帽子放在设备最开始的地方,有一个像是显微镜的东西,照射了一会之后。 显微镜忽然抬起来照射了一下小王子,然后继续照射羊皮帽子。 然后在屏幕上出现了一些代码,机器继续运转,把周围的大树砍了几颗,用管子吸了一些河水和土壤,然后机器开始大功率运转起来,声音震耳欲聋得好一会儿。 然后在出口的方向出来一个楼体的人,但是显然是一个不会动的死人。 小王子忽然明白了说道,原来你这台机器是做食物的。 天使说,我本来的工作就是给人类供应各种食品,造人是上帝的事情。 小王子说,我想让我母亲看到活的父亲,而不是这个不能动的尸体。 小王子抱着尸体哭了起来。 这个时候一块来的精灵说道,我有一个办法,我附身到这个尸体上面,他就像正常人那样活了,然后来到你母亲面前和他聊聊天,你看怎样。 小王子想了想说,也只有这样了。 精灵很快从尸体的头顶钻了进去,然后睁开了眼睛说起话来。 精灵说,我没有名字,不过我可以叫你父亲的名字压倒。 小王子看了看他说,可以,不过你要先过我母亲这一关,让他高兴。 然后你就说和儿子去外地打工,过些日子回来。 精灵说没问题,他们一行三人来到了小王子的家里,当小王子的母亲看到自己的丈夫回来之后,一下就抱了过去然后哭了出来,说道,你去哪里吗? 没有你我这两口可怎么活呀? 呀当精灵也没有主力过这个事情,不知道怎么办。 还是天使马上打圆场,先进屋再说。 进到屋子里小王子的母亲,就把这几天的遭遇诉说了一遍,精灵和天使没有表情。 小王子则是痛哭流涕,很快一天就过去。 黄昏的时候,母亲看着远方即将落山的太阳,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 她感觉有点累,就坐在堂椅上闭上眼睛休息,然后就这么离开了人世。 小王子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都去世了,她成为了孤儿。 当然身边有个假爸爸精灵亚当,但是他从出生就没有见过父亲,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。 下一步要干什么呢? 小王子有自己的想法,他说自己做梦的时候,在一片红色的沙海中畅游,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城堡和花园。 所以小王子想去那个地方。 天使说这个好办,天使马上变得几层楼的高度,然后让小王子和精灵来到背上,出发去到梦想启航的地方。 这个地方就是梅祖卡沙漠。 听见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,预知他们到了梅祖卡有发生了哪些事情,咱们下回再说。 小王子和精灵来到天使的背上,出发去到梦想启航的地方,这个地方就是梅祖卡沙漠。 可是一路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,小王子和精灵被一阵驱风关了起来,天使并没有什么事情,但是小王子和精灵就在此时从天空中掉了下来。 都说天使本领挺大的,为什么会从天空中掉下来呢?原因不外乎就是造物主需要,他需要我们的主人公小王子,克服种种磨难,最终到达目的地。 他们最终落在了之前提到的爱尔福德。 爱尔福德拥有很多山脉,这个地方曾经是海洋,拥有大量的古生物标本,也是重要的大理石生产地。 那里出产三叶虫,是世界最受喜爱的泥盆纪立体三叶虫化石,该地的泥盆纪三叶虫品种丰富。 外貌夸张且多样,展示着三叶虫演化史上最后的疯狂与张扬,说明了它的历史极其悠久。 这里也是妖魔鬼怪藏匿的好地方。 他们在爱尔福德看到了很多的清真寺,其中有一个清真寺在小王子眼里看来,就好像肮脏的垃圾一般, 时不时的还散发着恶臭的气味。 小王子看了看身边的天使说,你发现这个清真寺和其他的清真寺不太一样吗? 天使说,我早就看出来了,里面应该是有邪恶的精灵控制者。 小王子面不改色地走入了这个清真寺,前来迎接的人是清真寺的一马木。 他是一个和善的长老,但是显然他对现在清真寺的状况也无能为力。 小王子看到清真寺虽然很大,但是没有多少人礼拜了,就问为什么? 找老白手低声说,别问了。 此时,从远处来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,并大声嚷道,老头,你在拿白胡什么呢? 还不抓紧找他们要钱,修善清真寺。 小王子听后觉得这个人实在无礼,走到眼前一看年轻人满脸横肉,轻面獠牙。 两只手总是放在胸前,小王子感觉他不是好人,但是也说不好他哪里不对。 小王子就和他说,我们到此人生地不熟,想找个地方过夜,不知道这里可否,我们可以付钱。 小伙子说,给钱,那个好说,后面有几间平房你们可以住在里面,前提是你们得赶住。 小王子问,什么叫赶住? 年轻人马上说,没什么,没什么,就是有点脏。 小王子,精灵,天使三位都住到了后面狠烂房子里,精灵说,主人,我感觉这里有我们的同类。 小王子说,看来我的感觉没有错,那个年轻人应该是个精灵,胖天使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。 天使说,天机不可泄露,我的柱只让我保护你。 小王子没有再说什么就睡觉了,并且琢磨明天看点什么。 到了后半夜,小王子总觉得身体很冷,天使过来变出他的翅膀,给他遮挡冷风。 小王子觉得这不是一般的风,属于我们常说的阴风。 这个风和白天出现的年轻人的气场是不一样的。 小王子坐了起来向窗外看,只见高塔之上一条巨蟒盘在塔上,张开血盆大口正在吸血。 他马上让胖天使和精灵压当起来,小王子命令精灵和天使,想办法杀死这条巨蟒。 精灵说,他没有本事杀死巨蟒,天使百分之百可以。 天使则说造物主命令我保护你,没有要求我杀死大蛇。 无奈小王子自己拿出宝剑,登上塔顶门楼梯,蛇精看到小王子后,向他张开血盆大口吐着性子。 小王子过去就跟蛇精一剑,可是没有任何作用,蛇精一身长尾巴,就把小王子的手抓住了。 并一把让小王子的刀落到了地上,就在千军一发之际,小王子忽然怒发冲冠,头上突然长出第三只眼睛,第三只眼睛一照射这个蛇精,蛇精非常难受。 扔下小王子往塔尖爬去,小王子拿起了剑,第三只眼睛照射到了蛇精最脆弱的地方,就是蛇精的七寸。 小王子一见下去,就斩掉了蛇的七寸,蛇精因为疼痛,直接从塔顶掉了下去,最后这条大蛇就这么死去了。 在大蛇的肚子里有一颗叶明珠,长老说这是他们清真寺的镇塔之宝,他把叶明珠放回了塔顶,那个年轻人非一般的往清真寺外面跑,身体逐渐变成狼的乡态,向远方奔去。 小王子问长老这是怎么回事,长老叹了口气说,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是精灵,他曾经被五雷轰顶,要不是我让他躲在清真寺里,他就死定了。 他只是想把这里当家住,后来他把清真寺其他人都轰走了,但是他从没有杀人,偶尔还抓些野兔自己食用,我因为曾经救过他的命,所以没有被轰走。 经常问我一些教义和功修的问题,也有向善的念头,至于这条大蛇我就不清楚了。 小王子等人看到叶明珠在清真寺的塔顶放着光芒,周围荒漠的沙丘上的帐篷也有了些许光亮,人们纷纷走出帐篷和检验土配房,观看着塔尖上的光明。 而小王子一低头,看到寺院正当中那口井有动静,就问寺院的长老这口井是不是有精灵? 长老说他不知道,但是这口井的水不能喝特别臭。 小王子从井口往下看,一片黑布隆东,他打开第三只眼俗称开天眼。 一道耀眼的光线打到井底,一只癞蛤蟆呈现在眼前。 小王子要压刀喊他上来,毕竟他们是同类。 精灵压刀喊道,你上来呀。 下面的癞蛤蟆说,你下来呀。 两个精灵来回喊了好几回。 小王子不耐烦了,告诉胖天使把井里的水抽干,然后撒点十三香下去。 想你笑了笑没有拒绝吗,就照办了。 一会儿这个癞蛤蟆在下面,打着喷嚏,流着眼泪,不情愿地爬出了井口,小王子说道。 你就是井底纸蛙,哪里那么多洞笨子的话。 癞蛤蟆说,我是精灵,只是不小心进入了,癞蛤蟆的身体,现在出不来了,也不会什么魔法。 又没有什么文化,就只能在这里当井底纸蛙了,身上都臭了。 什么时候是个头呀? 小王子说,我让天使帮你从癞蛤蟆的躯体里出来,不过我想问你一个事情。 癞蛤蟆问,什么事情? 只要我能办到,我一定进全马之牢。 小王子说,听说附近曾经有城堡,但是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,你知道在哪里吗? 癞蛤蟆说,城堡我不知道,但是我的井底侧面是一个地宫,你们想看看吗? 小王子说那就下去看看吧。 他们进入地下宫殿之后,精灵亚当就浑身发出火光,毕竟他是从火焰上造化的,但是只是他身边有光亮,唐天使则一个响指,整个地宫都有了光亮。 毕竟天使是从光明上造化的。 精灵只能羡慕的对天使说,还是您厉害。 癞蛤蟆说,我先去前面看看,给小王子探探路。 癞蛤蟆走到了一个宫殿中心的小广场上,四周似乎什么都没有。 忽然从他的脚下,突然一只骷髅手抓住了他的腿,精灵立马蹦了起来。 非一般的往王子和天使这边跑,嘴里还喊着,救命呀!救命呀! 这是天使小米让精灵停下,只有一只骷髅手抓住了精灵,并没有什么骷髅人。 骷髅手四处打探,发现自己的身子没有跟上,立马放开精灵的腿往回跑。 小王子等人就追了过去,只见满地都是骷髅,横七竖八地躺在宫殿中心。 听到声音的骷髅,立即都站了起来,每个人都拿着不同的武器,有拿着刀剑的就不说了。 还有拿着锄头,铁线甚至是菜刀杆面罩。 小王子打开天眼一看究竟,原来是一些冤死的仙明,他们被一场突如袭来的怪兽杀死了,至少有几十年了。 这条怪兽不是别的正是盘在清真寺顶上的大蛇。 此时其中一个毕竟大胆的骷髅说话了,问他们是什么人? 小王子就一五一十的说了经过,他们来这里只是在寻找一个宫殿。 这是他儿时做的一个梦。 一些骷髅们就聚在一起互相交谈着,然后他们说,这里曾经就是一个宫殿,但是一条大蛇用魔法把这里封印了,而且还杀掉了我们所有人。 如果你能够解开这里的封印,我们也就重获自由,而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国王。 小王子问如何能够解开封印呢? 骷髅说,杰林还是信铃人,只要杀掉给我们制造魔法的大蛇,我们的封印就可以解开了。 小王子很疑惑的说,我们已经将清真寺的大蛇打死了,怎么封印并没有解除呢? 骷髅们也都惊讶起来,你真的杀死大蛇了吗? 那我们应该解除封印了呀。 小王子转了个心眼,马上问天使,你能否去造物主那里,问问为什么封印没有解除? 天使答应着就上天消失了,只是一瞬间的时间,他又回来了并说,大蛇虽然死了,但是他有个小宝宝,现在盘踞在这个地宫下面的水池里,他们来到水池里。 发现了一跳小蛇从嘴里喷出水花,在池子里悠闲地游荡着,并且吸收着地宫里的阴气滋补自己,眼看就可以幻化成人形了。 此时,精灵立即过去一把抓住小蛇使劲摇晃,并往地上摔大,小蛇连连喊妈妈救命。 小王子动了侧隐之心,小王子喊精灵助手,并问小蛇,你的妈妈因为杀害的宫里无数生命已经被我杀死了,你毕竟没有作恶, 不应该被如此杀掉,你下一步如何打算?小蛇说他不知道如何做。 小王子说,我看你会从嘴里喷出水花,这个应该属于魔法的一种,我希望你能够继续修炼这种能力, 然后在这些沙漠村子上空,喷射大量的雨水造福一方,也算是给自己一条出路。 小蛇一听王子不杀他,还给了他一条出路甚是感谢,然后小蛇告诉王子解开封印的方法就是他口中的水, 只要浇在骷髅身上,他们就会变回原来的人类,毕竟他们并没有死去,只是被魔法控制了而已。 但是小蛇的嘴里的水很少,根本不够把所有人救回来。 小王子说,这有何难? 判件时你把你的设备拿出来,复制一些小蛇嘴里的水分,然后你给所有骷髅浇上你复制出来的水分。 小米说,这是个好主意。 很快天使拿出他的食物制造设备,开始将周围物体吸进自己的设备,但是一会机器就停了,因为是沙漠没有那么多的原料。 听灵说,天使大人,你先去森林水源多的地方,制造出足够的水分,然后把它们带过来就行。 天使只得把设备收起来,然后消失不见了。 过了几个小时天使回来了,并没有带水回来,大家还闹闷。 但是小王子早已用天眼看到了,天使把水存在肚子里了。 他开始变大然后一张嘴大亮水像河流一样,从他的嘴里喷出,所有的骷髅都变回了人形。 精灵也从癞蛤蟆躯体里出来,头也不回的一溜烟的跑掉了,毕竟精灵非常害怕天使。 变回人形的人们互相欢呼着,其中一个老嘴说道,这个宫殿宝座那里有个恐龙。 他或许是大蛇的同伙,你们是不是过去看看? 小王子等人包括一些村民,都拿着各种武器,来到了宫殿宝座附近。 看到一只恐龙惊恐地看着大家。 小王子的直觉告诉自己,这根本不是什么妖怪,也是被魔法控制的人类。 他也不知道如何解开这个魔法。 恐龙一看小王子并不想杀他,就招手让小王子等人跟着他走,他们走到宝座后面。 那里有一扇门,当大家进入这扇门之后,一棵巨大的树长出无数枝条,死死的缠住了宫殿。 精灵马上意识到,这根本不少什么正常树,否则天使就能制造解除魔法的口水了。 此时一棵树枝飞了过来,缠住了精灵和恐龙,小王子用剑割开了树枝。 天使则根本毫发无损,小王子往树中心跑去,周围的树枝都过来,想再次缠住小王子。 天使则放出光线,将所有的树枝打掉,小王子来到树下,用天眼看到他的弱点是树干。 他一剑下去将树栏要砍成两半,接着树枝开始从房顶掉落,随之而来的地面剧烈的摇晃。 整个宫殿开始向上升起,直到大家看到周围红色的沙丘。 地下的宫殿变成了沙漠里的宫殿,阳光照射在宫殿上的琉璃瓦,发出耀眼的光泽。 人们欢呼得更加热烈了,纷纷聚在一切看着远方的景色,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 此时,躺在地上的恐龙,忽然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,她叫梅里亚是国王的女儿。 因为大蛇为了自己的魔法,要求国王每天给她一个人吃,国王不同意,就把美丽亚变成了恐龙,让人们恐惧她,然后用魔法控制了整个宫殿。 这样她就可以每天吸收不死的骷髅阴气,来滋补自己,这样持续了几十年了。 直到小王子他们解救她和她的陈宁,天使和精灵向小王子告别,那条小蛇开始在天空中喷洒雨水。 接着地下水也从宫殿附近流到地面上,形成了一条小溪。 宫殿前的沙漠也长出了绿油油的植物了,不就很多的居民在这周围生活,这里也成为了一个绿洲之地。 从此王子和公主住在这个宫殿里,过上了没修没骚的生活。